那个手机给抢了过后 直接把手机给我砸碎了 然后他还把我的手给我抓破了 然后后面的话 我把那个就是我被他刷的那个手机 我捡起来的时候 是因为就是那个手机的话呢 他那个手机他那个啊 他那个就是变成那个玻璃渣嘛 然后他就那个把我的就是手也划破了 是把我的手给他抓破了 抓破了过后我就那个了 然后还那天晚上我还留了两次鼻血呢 然后那天你看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商货也没有了 然后就是手机也被打了 怎么又在说这些伤心的事情呢 是他们问我 他们说那天有没有人打我 但今天就是 你们哈你们新进来的哈就给我们点点关注 然后呢加入一下粉丝灯牌哈 新进来的把站给我们挑一下 看笑得很开心是不是 肯定开心啊 你们看那个 你们看那个外婆今天都笑得 笑得很开心啊 陈宇哥把我的事情给解决了 然后所以外婆他也挺高兴的 对啊 是不是大家今天看出来 外婆跟平时完全是两个样子 是不是 你们新进来的哈就给我们点点关注 然后呢加入一下粉丝灯牌哈 对吧 大家把赞给我们点一下行不行 外婆漏牙了 漏牙说明高兴了呗 是不是 外婆漏牙 你可真是个人才啊 他新进来的把赞给我们点一下 关注给我们点一下 我的天 你都关注我几年了 你别吹牛 怎么可能呢 演员啊 你真的是个人才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们都才 我们都才 我跟阿姨拍视频都才拍了半年 你自己的 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 我也听不懂啊 各位 陈宇哥 是 我外婆说他说他要去睡觉了 也叫我们就是早点休息 然后明天早点起来 就是把香货拿到背道街上去卖 那你让外婆先睡呗 让我们一会儿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卖呀 是吧 总比你一个人 你们两个人背道街上去卖 好多了呀 这是什么 你们 怎么了 她说什么 她说 她说就是 太麻烦你了 然后 就是说 就是 你已经包了我们那么多的 哎呀 没关系的 外婆 没关系的 你跟外婆说一下 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卖呀 我外婆说 她说 这样麻烦你 麻烦你去买房的事情 没关系的 她说 不知道 这点小时 她说 这里面能不能买得掉 没关系的 总有人需要 是吧 今天他们 假如今天没外奥 我们明天也可以继续买呀 是不是 至少我们 还有几百个人在 我们可以先 对啊 我们可以 有个翻译关 对啊 没翻译关的话 我怎么 我怎么那个 是吧 你跟外婆说 让她休息吧 我们 你能听懂吗 那个 那个龙明强 你能听懂吗 反正我是听不懂的 我就刚刚给他们说的嘛 说的是那个啥 就是 陈于哥 他刚刚也跟我讲的话 我愿意就是 给我外婆翻译嘛 听不懂的话 没有翻译 我怎么搞啊 肯定要有翻译的呀 我不是 我不是翻译了吗 翻译关 也不是翻译关了 怎么不是啊 没关系 听不懂 听不懂是不是 好瞧 我也听不懂 我跟我外婆刚刚说的是 我们的家乡话 你这个是啥 板历吗 对啊 你这山上真的是啥都有啊 重庆啊 重庆离我们这边很近啊 是不是 阿姨那你们家 有什么 有什么那个 我去拿吧 对啊 你拿一点 拿一点我们 就是各位哈 因为我是回去成都很 大概 现在我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吧 至今哈 差不多一个星期了 所以 阿姨家里面 他家里面已经囤了很多很多的货 所以 不再卖一点的话 确实哈 家里面囤了太多的话 后面 因为有些货的话 他必须要每天拿出来晒 所以你们也看一下 就是 你看阿姨家还特意搭了那个雨棚 看到没有 因为很多东西 因为很多东西他都要特意拿出来晒 没办法呀 所以他必须要搞个雨棚 所以有比较麻烦 今天就是把一些 他们这边的好东西先给大家卖了吧 是不是 是不是有需要的大家也可以一会儿等着我们 然后等阿姨把那个东西拿过来 你们要是看有需要的话 你们可以买一点哈 普通话听得懂你们老家话听不懂 那普通话我还听得懂呢 他们这不是老家话 这是就是阿姨他们这边的他们自己民族的那个话哈 就他们的方言相当于就是民族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哈 他们说什么呀 他们说听懂普通话但是听不懂那个 普通话普通话只要是中国人基本上都能听懂吧 是不是各位 其实我说的对的大家公平上打个对呀 是不是 普通话的话 基本上是中国人 他都能听得懂吧 对对 就是啊 普通话现在 全国呃不是啊 全世界都在周延伦的那首歌大家听过没有啊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了 我们你是中国人肯定说中国话呀 陈宇哥你这话说的 对对对对就是啊 对对对对就是啊 你们猜一下你猜一下那个 表哥的彩礼退了吗 表哥彩礼肯定退了 是不是 表哥家的彩礼退了 是陈宇哥他自己多给了表哥家两五块钱 其实 这个都无所谓的 因为他的表哥家里面不是这样说的吗 我把他们的原话说给你们听 就是说的 那个钱拿给你们那么久了 是吧 他是拿了当时拿了六万块钱 差不多半年 然后他说 逆袭 他也其实他也说的很委婉 他说的是逆袭 不该给我们一点逆袭吗 我说可以 你要多少逆袭 我本来是想跟他们 想多给他们一个五六千块钱 是吧 你想想几万块钱的半年的利息 那么多的话已经很高了 然后他说 不行 你知道他说他要多少吗 他要 十万 他不是才给阿姨六万吗 半年他就想挣六四万块钱 我他外婆他就是那种人 对我就觉得很有点不可理喻 当时我是觉得 我真的我是生气了的 我当时真的说白了 你这个东西 跟很多人说的想的一样 你有没有那个字句 啥都没有 真的 所以后面的话 就给了他们 还是还是村上 就是他们这边 那些有威望的老人 他们出面 好说歹说 最后 给了他八万块钱 就是多了两个块钱吗 对 然后当时 我都不同意了 我说陈宇哥不要给他们那么多 但是陈宇哥 他就是为了 他说 不想让他们天天缠着我 然后让我出这样的事情 那样的事情 所以陈宇哥他就 对啊 他不说的就直接给了 其实真的 我觉得哈 其实他们要那个 真的他们要是要什么利息的话 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他们要的利息 太过分了的话 其实 你们想一下 真的 一下要四万块钱的利息 半年六万块钱 他要四万块钱利息 差不多翻了一倍啊 狮子大开 真的是狮子大开口 但是我想了一下 因为他确实啊 因为 阿英的爸妈 他们过年的时候可能要来 所以这个事情要在过年之前 把它解决了 要不然的话 就很麻烦 正好 正好我又去了一趟成都 我也我也取了点钱过来 是吧 我就说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而且他们还说的是说 只要现金 然后都 都不用转那些 所以呢 陈宇哥 他就去 去这个取那个 对前面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说我马上给他们转 然后他们说的是 他们不要 因为你想一下 他们老年人嘛 他们就说 不要转 不要 不要那个转账 他们 只要现金 现金 我拿到他们家的时候 他们都还想拿出 数一数 我真的服了 我说 要不然你们要这样数的话 我们 我带他们去银行 然后后面 就是因为那个 你们知道新的钱 那个封条他还没 都还没拆吗 他们才那个的 但是他们也 也把那个散的几万块钱 拿出来数了 数了很久很久 所以说我的 我的意思就是 把这件事情解决了的话 对阿英 其实还有对我 对表哥的话 其实都是 都是很好的 所以你看 今天就是因为 陈语哥 他就这样帮我 还有啥的 我外公也是 我就是外婆外公 他们都很高兴 然后今天外公的话 一大早他就起来 然后去街上去 就是卖山货了 外公的话呢 刚刚才回来 然后就是外婆的话呢 他说就是因为 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因为除了就是 陈语哥来接我 去街上的话呢 我就要走路 就是我们就要走路嘛 然后外婆就说 他说今天是 因为是外公去的嘛 然后外婆就说 明天的话就换我去 他说让外婆 就是休息一天 因为你们也知道 我们从这里 走到街上来回的话 就四个小时 四个多小时 所以我就说好嘛 然后陈语哥 他还跟我外婆说 他说以后就是 大大小小什么事情啊 那些的话呢 他说他都要帮助我们 然后他就跟我外婆说的 他说让就是 我们不用拿到街上去卖 他说他就直接在 这个直播街里面 他说也可以卖的 他就让外婆去 然后就让外婆去睡觉了 你想想老人 他们就七十岁了 老人他们走到 从这走到街上 然后再走回来 真的是个很大的折磨 不是我在那说啊 真的是个很大的折磨 所以我的意思是 呃 我能帮助他们的 我尽量帮助他们 是不是 而且阿音 我不是也跟你说了吗 你就是能在手机上卖的话 你就 你能在晚上卖的话 你就不要到街上去了 你想想来回 你都要浪费四五个小时 而且你 你拿到街上 你不一定能 把它全部卖完 是吧各位 那我就先那个呗 先就卖多少算多少 然后卖不完的话 我就 呃 拿到街上去卖呗 行吗 行吗 那 我也不知道 对的 以后在手机上卖 是不是 对啊 你走路的 要走那么多小时 你还不如在手机上卖 是吧 卖给有需要的人 你这个是卖 你这个是给全国乃至全球哈 因为呃 现在哈 抖音其实 它不只是我们中国人在用 就是我们呃 外国人 或者是在国外的中国人 他们都在用 所以 你这个是很有优势的呀 是不是 你在你们这个小 只有只有个两三万 一两万人的小县城 你们你能卖出个什么花来 是不是 各位 那我们就拿 你卖不完的 我们就那个呗 我们就 我就明天找他拿